说起小沈阳,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近几年小沈阳的热度虽然有所下降 但终究还是活跃在娱乐圈中 备受关注,其实别看他长相一言难尽 相貌平平,但是不得不说的是 他的运气真的是特别的好 能够找到赵本山老师这样的师傅 而且一出道就得到了赵本山老师对他的帮助 当年小沈阳凭借舞台的不差钱可谓火遍了大江南北 风头一度盖过了自己的师傅赵本山 而他的表演风格在当时也是被许多人追捧 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模仿小沈阳的狂潮 而他的口头禅更是火了好几年 很多人都认为是赵本山将他带火的 其实并不算全是 因为小沈阳是在2006年成为赵本山弟子的 但在此之前 小沈阳在早年时候就已经在东北老家地区非常火了 也算是非常有名气的二人转演员 此后,小沈阳名声大噪 随后进入娱乐圈 出演了不少不错的影视剧 如《西游记之三》 《打白古今》 《秦胜》 《兼并霞》等 可以说小沈阳从一个小小的 不起眼的二人转演员 一下子成为了万中瞩目的明星 之后也是演出不断 片约不断 身价也像《坐火箭》一样扶摇直上 就连当时的春晚导演郎坤都对他称赞不已 相信小沈阳以后一定会有所成就 后来小沈阳的事业也是一路风生水起 就连他的妻子沈春阳也被他带出来一起发展 他的妻子沈春阳同样是非常的有才华 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认识 而且两个人也算是经历了很多 他们两个人还有爱情的结晶沈家润 一家三口幸福而又圆满 不过女儿沈家润曾被网友朝是最丑心二代 当时小沈阳携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一起出现在了大众面前 但是网友都大呼很失望 因为他们发现小沈阳的女儿没有遗传自己父母的优点 反而他的眼睛很小和自己的爸爸有的一拼 所以当时的沈家润被很多人喷长得不好看 不过他的反应却让人意外 他曾在节目上说我长得像爸爸我很骄傲 此话一出小沈阳直接破防了 他没想到女儿会这样说 当小沈阳带着女儿参加亲自综艺那一刻 他就做好了被评头论足的准备 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对着这个奇碎的懵懂女孩 媒体们也丝毫没有嘴下留情 可就是这个被吐槽长得像猴子的沈家润 用一颗纯真的心 在节目播出后圈粉了无数网友 如今过去几年了 沈家润也长成了婷婷玉丽的大美女 这下网友们都不淡定了 看到这个美丽动人的女孩 打脸了以前说她长得丑的网友们 正所谓女大十八遍了 而如今的小少爷工作的时间少了 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了 没事就和老婆在社交平台上秀秀恩爱 晒晒孩子 小沈阳这生活着实也是十分滋润了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